逆袭圣尊 第一章,被命魂者的嘲笑 在一个以修炼为主的世界,所有修士都通过命魂的强弱来判断一个人的潜力与地位 李浩,一名年轻的修士,因无法开启极圣命魂而被人们嘲笑,这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孤独 李浩的父母早逝,他被送到一个修炼学院,渴望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每当其他学员展示他们的强大命魂时,李浩只能默默地坐在一旁,心中满是失落和不甘 他常常在心中暗想,我不是废物,我会证明给他们看 一天,李浩在学院的广场上,目睹了一场比赛 他的青梅竹马沈雪,一位资质卓越的女修士,正在与其他学员比试 他的命魂强大,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实力 比赛结束后,沈雪来到李浩身边,关切地问,你还好吗?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李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心中却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超越所有人 第二章,命运造化盘的觉醒 就在李浩的修炼进展缓慢之际,他接到了一个意外的任务,前往古老的遗迹调查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命运造化盘,这是一件拥有强大力量的法器 李浩好奇地触摸了盘子,突然,一股强烈的光芒包围了他 他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流入体内,瞬间唤醒了他深藏在心底的极圣命魂 你终于觉醒了 命运造化盘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神秘的威严,从今天开始,你将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在此时,太古第一胜兽,玄皇师现身,威武不凡 玄皇师告诉李浩,他将成为他的伙伴,帮助他成为强者 李浩惊喜交加,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 第三章,逆袭的开始 回到学院后,李浩开始了艰苦的修炼 他利用命运造化盘的力量,修炼速度惊人 每当他遭遇挫折,玄皇师总会给予指导和帮助 李浩的命魂逐渐强大,让他重新获得了自信 在一次学院的考核中,李浩以惊人的表现打败了多名强者 成为全校的焦点 曾经嘲笑他的同学们纷纷改变了态度,对他刮目相看 沈雪也对李浩的改变感到惊讶和欣慰,开始更加关心他 然而,李浩的崛起引起了王俊的注意 王俊是一名高傲的天才修士,即圣命魂的觉醒者 他对李浩的成功感到威胁,开始对他进行挑衅 第四章,挑衅与对抗 王俊在学院中挑衅李浩,并公开宣称要在比赛中击败他 李浩心中燃起了斗志,但同时也感到一丝压力 他知道,这场比赛将是他向全校证明自己的机会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临,学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气氛紧张 李浩在心中默念,我一定能赢 而沈雪则在一旁为他加油,给予他力量 比赛开始,王俊一上场就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令全场惊叹 李浩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心中不免有些紧张 但他深知自己不再是从前的费命魂者 在比赛的过程中,李浩逐渐找到了感觉 凭借着命运造化盘的力量和玄黄师的指导 他不断化解王俊的攻击,并寻找反击的机会 第五章,逆袭的瞬间 比赛进入白热化,李浩运用权力,将命魂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就在王俊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时,李浩运用玄黄师的力量,展开反击 他的命魂如同雷霆般劈下,让王俊的攻击瞬间瓦解 我不是废物,我是李浩 他大喝一声,力量动发,将王俊一击打倒 全场寂静无声,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李浩的成功不仅让他赢得了比赛,也让他赢得了尊重与赞誉 王俊在失败后羞愧地离开,李浩成为了全校的英雄 第六章,友情与爱情的升华 随着李浩的成功,他与沈雪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沈雪对李浩的勇气和坚持感到惊讶,开始逐渐对他敞开心扉 在一次月光下的谈话中,李浩鼓起勇气告诉沈雪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不辜负你的期望 沈雪微微一笑,低下头,两人的手指轻轻相触,心中默契无比 李浩也不再只是追求力量,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得到希望与改变 他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修炼,而是成为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强者 第七章,新的冒险 随着李浩的名声日渐增长,他吸引了许多强者的注意 在一次比赛结束后,李浩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这将引领他进入更大的冒险之中 李浩决定接受挑战,与沈雪一起踏上心的真诚 两人在旅途中将面对新的困难与挑战,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李浩在心中暗暗发誓,这次,我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圣尊 让所有人知道,曾经的费命魂者,终将逆袭而起 结尾 故事以李浩和沈雪并肩行走的背影作结,留给读者无限的期待 李浩的冒险才刚刚开始,他将在未来的旅程中 继续探索命运的奥秘,勇敢面对一切挑战,成就属于自己的传奇